古有赵国寒丹人一态万千 甚至能吸引邻国人来学习走路 仅有全智贤在来自新星的你里 走出无可逼应的强大气场 一度成为亚洲气质担当 由此可见 走路对一个演员来说当真不可小觑 这里是瞎谈与子讲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观察一下 三流演员与一流演员之间的走路差距吧 除到24年 全智贤的美已经跨越了岁月 与此同时 她的这汉人心的气场也愈发浓烈 而这样经历24年 也没有一丝褪色的美人气质 与她的走路一态不无关系 纵览影视作品里的名场面 全智贤走路的方式其实极具特色 除了保持身体比直以及脚步优雅 她的头总是会偏向一边 并且脸上还保持着一种 自下而上自带微笑的神情 当然撩头发的细节也必不可少 电影《盗贼同盟》里 全智贤一出场就让人看见了 无形的气场 蓝色大海的传说里 就连南韩严霸李敏昊 也因她的存在而失去了几分色彩 同样的身高174 光腿长可能就有110的李多西 也能把走路走出2米8的气场 内在美剧中由她饰演的江秀罗 是兼具美貌与智慧的集团代表 而李多西也生动诠释出了一个 走路最下的才发澳洲女 剧中每当她一步一顿地走出来 观众就明白了何谓功气十足 电影《美人鱼》播出后 张雨淇瞬间杀毁了观众视野 听到那句排队到法国的名言 观众可能会觉得这个演员张扬至极 但只要看到她在影片中的表现 所有人都会觉得这句话 就是为张雨淇量身打造的 心里当她身穿火辣的黑色皮衣 从红色超跑上走下来 观众便深深陷入了霸气女总裁的魅力之中 唐嫣为何放着好好的郁姐不演 总是挑战各种傻白天 已经成了所有观众心中的疑问 想当初仙剑中的子萱 妖娆美艳性感魅惑 一切象征美丽的词汇 都可以用在她的身上 而唐嫣高挑的身材 再加上几具攻击性的美丽五官 完全就是郁姐脸的模板 《赏金猎人》里 当她穿起紧身衣 一步一步向观众走来 活脱脱就是一个冷艳且强大的蛇仙美人 除了美艳的总裁与特工 职场女精英也需要高超的走路演技 就像源泉 提起她 观众会想起中国记长里 临危不惧的称务长碧南 也会想起我的前半生里 所向披靡干练优雅的唐精 剧中当她身穿黑白职业套裙 踏着铿锵清脆的高跟鞋身大步走来 观众瞬间就有了走路带风 气场凉密的即时感 甚至还有人说 圆群不惊奇地抬头 竟然让她梦回自己老板的凝视 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同样脚踩短靴 就能踏出圈军万马气势的 还有姚琛 都听好理 由她饰演的苏明玉 是一位独立且强大的 金领女强人 因此姚琛每次出场 总是气定神仙 又自带气场 见到下属只用微微一笑 遇到工作伙伴 则是更加自然 此外 无论是受挫还是零赏 她的姿势总是昂收挺胸 完全不会扭泥 已经回来了 不得不说 只是看见如此有气势的走资 观众就已经驯服了 姚琛的女精英人设 玩乐宋开播后 刘涛饰演的高级商业精英安迪 闯入了观众眼球 剧中 除了她那强悍的工作能力 以及缜密的逻辑能力 她在公司里走路带疯了样子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看着刘涛走路 观众似乎就能想到 她在职场上杀伐过绝的模样 也正是这部剧之后 刘涛走上了职场女精英的演技之路 足以见得这个角色有多成功 出道多年来 刘涛飞给人的感觉 走势灵动又富有杀伤力 如果说完美的脸蛋 体现了她的灵动 那么杀伤力就出自于 她的气质与走资 电影《第三种爱情》里 美丽且知性的女律师 邹宇 在她的饰演下 寻寻如生 简单的黑白套装 再加上海藻一般的长发 当她款款向你走来 观众便忍不住惊呼 刘涛飞真是满足了 我们对绿正俏家人的一切幻想 提到樱桃 观众想到的应该是 曾经那个朱眼玉润 逢情万种的杨贵妃 可是这样妩媚的她 同样能完美诠释出 职场女精英的形象 正经专理 樱桃饰演的林瑞 是一个张扬锐利 颇富攻击性的公司中层领导 不过当她梳起大背头 戴起墨镜 甚至让人感觉 整个公司都是她的 如果用萨来形容樱桃 那朱朱就是优雅与辅媚并存 精英律师里 由她饰演的丽娜 是一个完美的行政秘书 总是凭借着超高的请商 游走于同事与客户之间 剧中只要朱朱亮相 她就能把职场走成秀场 一出场就抢走所有主角的风头 实力证明了何谓摇曳生姿 令人欲罢不能 同样是精英律师这部剧里 只凭借走路姿势 就能碾压女主角的还有王欧 虽然仅仅饰演了一个戏份不多的配角 但她一出场就成了画面里 最为亮眼的存在 和朱朱一起从电梯里走出来的时候 比起朱朱的风情万种 王欧更多了几分英姿萨爽 再加上微微抬头比尼天下的模样 观众很难不信服 这就是一位在职场上 雷厉风性的女强人 除了现代职场剧 王欧在民国谍战剧 伪装哲理的表现 同样让观众一不开眼 身为美貌过人 但心狠手辣的特工 王漫春 王欧一亮相就展现了 所有人都要臣服于我的气势 然后一边面带微笑 一边在众人的粗拥下前行 全然就是女王的模样 反观安德拉贝比 同样的职场女精英人设 她却只能演出个四不像 创业时代中的纳兰 明明是一个事业有成 独立自主的精英白领形象 但卑鄙走起路来却歪歪扭扭 让人害怕她下一秒 就会不小心崴到脚 再加上不停起伏的肩膀和胯部 卑鄙的走姿完全失去了干练的气质 反而充满了做作与装腔做事的味道 因此不少观众吐槽过 很难相信模特出身的卑鄙 竟然走路一态差成这样 也有人调侃到 把王欧珠珠等人与卑鄙做对比 他们之间走路的差距 可能就是十个圆犬吧 当然除了精英形象 其实任何角色都能偷过走路 体现个人气质 众所周知 一部斯腾带火了万年体寒的景田 剧中 斯腾总是墨发如布 柳叶细眉 还有婀娜的身材 以及冷艳的脸庞 不过能让这些魅力 全然散发出来的时刻 就是景田走起路来的时候 当他一扭 所有的风情便顺着摇摆的动作流露了出来 虽然有人说景田的走姿 手显端正 但正是这种一板一眼 反而凸显出了斯腾的高贵与典雅 而且谁能想到 如此扭进观众心坎里的景田 之前小跑的姿势 竟然像是摇摇晃晃的丑小牙呢 不得不说 只要付出苦功 丑小牙也能变成美艳疼妖 像景田这样将旗袍的魅力 发挥得淋漓济致的女星不在少数 宋依就是其中之一 伪装者中的悲情特工余曼丽 至今让人念念不忘 剧中 当他扎起了丸子头 穿上一身纯白旗袍 浑身就散发出了一种 江南女子独有的柔美和青春 净她已经让人惊艳 动起来的样子就更多了一分灵气 每当宋依微笑着款款走来 她的样子就深深印在了观众心中 如果问哪位女星是旗袍界的巅峰 想必有不少人会提及妮妮 想当初 《金灵十三差》上映后 多少观众在电影院里 沉迷于那个身穿艳色旗袍 走起路来咬夜生姿的郁默 身为情怀河畔的风吹女子 郁默的走路需要斜腰顶跨 笑而不定 虽然观众在影片中 见证了妮妮极致的婀娜和妖娆 可是谁能想到她的穿旗袍走路 其实只训练了三天呢 那时妮妮为了贴近角色 每天绕着走廊一遍又一遍的 来回点着脚尖走 最后才呈现出了一个 每走一步都让人觉得风情万种的郁默 徐露的气质里带着乖巧柔弱 但更多的是坚韧执着的一面 而这样的独透韵味 与她当了十年兵不无关系 也正是因此 徐露的走路姿势 称得上是女明星里的佼佼者 去年的小甜剧《良诚美景好时光》里 徐露饰演了一个导吼女明星 剧中无论是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出场 还是孤师一人大步向前 观众都能感到英姿萨爽的气质扑面而来 除了权势角色 好看的走路姿势 对于明星走红毯也是关键 就像刘诗诗 她总是凭借自己浑然天成的乙态 以及干净高压的气质 成为红毯上最为瞩目的存在 每当刘诗诗穿上飘逸的礼服 走上红毯 裙子便随着她的步伐不停摇曳 与此同时她的身姿却始终保持挺拔 再加上轻松显示的神情 刘诗诗沉稳又闲静的气质 就全然散发了出来 看着红毯上的刘诗诗 观众总是发自内心的感慨 这大概就是摇曳生姿步步生莲吧 也难怪每场活动过后 刘诗诗的走路粉便诞生了一批又一批 凭借一场红毯便收获一众走路粉的 还有管小彤 曾经核实 她还是那个不会穿高跟鞋的小女孩 可到了2021年3月的红毯上 她已经能穿上红色高跟鞋 并以一袭开插红裙大杀四方 只是远远走来 观众便看见了一个性感妩媚 走路带风的气质女神 再走到近处 她又变得更加光彩照人 令人心动 当然近年来能走出标准女王部的女明星 还要数地利热巴 五官本就极致敏敌了她 一穿上礼服 就会变成缝起万种的代名词 因此热巴的每一次红毯 都是一场视觉盛宴 当她穿上各式景深裙 带着自信明媚的笑容 一步一步走到闪光灯下 观众的目光便忍不住 凝固在了她身上 而她走路好看的原因 除了凹凸有致的身材 过程中摆胯的动作也很关键 既增加了曲线 又加强了节奏 因此粉丝也把热巴的走姿 称为摇摆至上的 TOP级扭腰脉步 成名一来 杨幂被网友誉为内鱼第一狐狸 这个称号的由来 除了她高超的撩汗技巧 让人过目不忘的走姿 也是重要原因 想当初杨幂还曾因为内巴而饱受诟病 可近些年来 成熟的她越发自信洒爽 而这一点也很好地体现在了走路上 就在2021年初的一场晚会上 杨幂的走姿体现了恰到好处的优雅 以及不经意流露的嫩媚风情 可谓是每一步都走在了观众心上 最后走路能够反映一个人的遗态 也能决定一个人的气质气场 对于演员来说 流泪是戏 吃饭是戏 走路也是戏 希望所有演员都能好好练习走姿 不要再在同一个画面里 展现出遗态的参差了 虾米家们 你们最喜欢哪位走路带风的明星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